大家好我是George 又回來了我要做廚神 今天會和大家煮一個菜就是蘆筍炒蝦仁 蘆筍買回來首先要洗乾淨 然後會看到有粗的纖維 吃起來會很粗 我們就要把表皮和纖維刮走 好像這樣 處理好之後我們會把它打斜切 切好之後我們先放在一邊 我們現在會準備配料 薑 我們會把薑切片 大約3-4片 然後蒜頭 蒜頭也是會把它切片 接著就處理蝦 我們現在會切頭 然後把殼剝掉 我今次用的是虎蝦 拿出去 然後我們會把蝦腸拿出來 在蝦背的位置切一刀 然後就可以把整條腸拿出來 因為這次蝦比較大 我會把它切成3-4件 像現在這樣 我們現在要用熱水把露筍切到大約八成熟 待會炒的時候可以很短時間炒熟 我們現在會加少少鹽和油 大約會錄2-3分鐘 看到它上面轉了深木色 就可以把它撈起 現在把調味料放進蝦裡 要用4分1茶匙鹽 然後4分1茶匙胡椒粉 加少許油 然後把它拌勻 然後加入半茶匙生粉 現在全部的材料拌勻差不多 現在我們會把配料爆香 燒熱鍋 加些油 然後把薑片和蒜頭拿出來爆香 然後把香味 用到它的香味 就可以把它撈起來 蘸到香味 就可以將它撈起來 先把香味 先把它撈起來 先把它撈起來 然後再把它撈起來 再把香味 直接把蝦放進去爆香 大概煮30秒會轉色 因為切開會容易熟 然後就可以放一些蘆筍一起炒 然後把剛才的薑片和蒜片放進去 加1.4茶匙鹽和1茶匙胡椒粉 然後把它炒均勻 然後加1湯匙蠔油 把全部材料炒均勻就完成了 今天這個蘆筍炒花仁是不是很容易呢 因為剛才蘆筍已經炒熟了 所以炒幾下這個菜就完成了 今天和大家分享差不多了 如果喜歡我這個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我頻道 按下鈴鐺就會收到我全部的訊息 大家有時間今天試一下吧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 拜拜 �營 才能夠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李阿姆 這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